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桥集团创始人林文静 先生于7月2日下午在福州去世 享年90岁 一些海外社团及商会已纷纷发出道文 我们为失去这位的高望重 为故乡做出伟大贡献的桥岭 而深感惋惜与悲痛 愿林老一路走好 英国福清文商会在道文中写道 与李嘉诚齐名的福建传说林文静7岁时 随着母亲离开家乡福清县七头村 让印尼跟随父亲林洪宽做生意 不料17岁时父亲去世 为了生计 林文静从跑丹邦开始 凭借强壮的体魄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在上海中搏击 1960年代末 他成为印尼林氏集团两大股东之一 林氏集团拥有全亚洲最大的水泥场 全世界最大的面坟长椅 其专用的码头和矿山 林文静跟香港富商李嘉诚同龄 当时的名声甚至一度超于后者 成为名镇东南亚的超级富豪 2015年 中国胡润研究院次 发布全球华人富豪榜 福建首付正式林文静 财富245亿人民币 位列全球华人第72位 处中国第一个无偿改造家乡的华侨林文静年轻时 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 精于羽球 排球和篮球 曾经在1950年代入选国家排球队 1953年 作为华侨代表 林文静回到中国参加了一次运动会 深深被家乡扶清的落后场景所触动 他将记忆中所有与自己沾心带故的名字 和通讯地址整理造册 年年给他们寄钱 后来 他还购买大量的化肥 农药 拖拉机 收割机 发电机等生产资料 经香港运到福清 捐赠给当地的生产大队 还出钱为村里建了店长 1940年到1950年代 福州郊外乡村景象 资料图1985年 林文静又一次踏上户土 村内的情况再次惊呆了他 在走家窜户中 一位远房伯伯告诉他 全福清就两个工厂 坐吃山轰 这些话惊醒了林文静 他终于明白 今后捐助没办法让家乡富裕 不久之后 林文静与福州是签订了 帮助福清脱贫致富五年计划 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与政府签约无常改造家乡的华侨 计划中明确 要用五年时间帮助家乡工业产值 达到五亿美元 约合四十亿元人民币 数次费建成千吨级 万吨级海港 为实现计划 林文静千方百地引进外资企业 他协助福清政府联合创办荣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并独资创办洪宽工业村 借助自己在海外的影响力 吸引大量外商和台商投资福清 荣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当今的面貌 图片来自福州晚报1991年 福清提前一年 实现了工业产值四十亿元人民币的目标 那段时间 林文静自掏腰包 当福清招商大使 穿梭于世界各地 向人们介绍福清的投资环境和优厚的回报前景 引台湾他就去了一百多次 吸引了八十多位台商来投资办场 这其中包括享誉全球的跨国企业冠结电子AOC 为吸引投资 林文静舍弃了很多既得利益 要么免掉厂房租金 要么出资一两千万元为台商周转 要么索性也出资一半 亏了算我的 赚了算你的 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林文静又开始制定第二个 将年工业产值提升至五十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四百亿元 荣桥开发区内 有一家林文静引进的台资企业 产品以出口为主 但福清没有港口 出口货物费用极高 老板找到林文静 运费太高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撤出福清 将企业以往有大港的尝试 要么你每箱补贴 我三百五十美元运费 此时 撤出任何一家企业 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为了留住企业 林文静没有任何犹豫 你每运一箱 我补贴三百五十美元 林文静左二在福清实际考察 资料图单补贴非常久之际 林文静下定决心 福清一定要建海港 于是 他自费请人勘探 设计 建设 开决了福清历史上 第一个海港 三千吨级博位的下龙港 紧接着 林文静又投资建成福清历史上 第一个万吨级海港 三万吨级面粉专用码头的松下港 这两个港 为了福清吸引和留住了大量台资和外资企业 2000年 福清工业总产值 已达四百亿元人民币 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实现了 福清历史上第一个万吨级海港 松下港当今的面貌 图片来自福州日报 树哪有儿子教顺母亲还要记账的 有人想统计 林文静到底做了多少善事 但却发现林文静根本就没有这个账本 林文静曾说 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发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回来报效祖国 我能帮住家乡脱贫致富 靠的就是邓小平说的那句话 摸着石头过河 你问我为家乡捐了多少钱 哪有儿子孝顺母亲还要记账的 几乎是家乡最缺什么 林文静就捐什么 路难走 他捐巨资修路 捐的公路连绵起来 比省城福州到福清短不了多少 孩子上学难 他捐建了十四所小学 中学 师范学校 看病难 他捐建了医院 家乡缺水 他捐资一千四百万美元 参与隐隐将水浸服清的北水南调工程 家乡三大河污染严重 他独自治理了两条河 家乡有人建议将他的故局修缮 并由政府挂牌保护 他不肯 多年来 他的捐款遍布四处 但四处都找不到以他名字命名的 由他捐赠的设施或项目 我不想上富豪吧 也不想上名人吧 我的追求 是要让我的家乡富裕 让我的祖国伟大 2018年2月1日 时任中国国务院侨乌办公室党组书记 副主任许佑生佑 在福州看望林文静中 图片来自中心社 有人把慈善家少义夫比喻为 一座城 一个人 无独有偶 林文静同样用实际行动 成就了一座城 谱写了一段传奇 此生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要让我的家乡不再贫穷 他做到了 参考资料 中心社 2018年7月4日 著名乔领林文静去世 让家乡不再贫穷 是其毕生心愿厦门本地新闻 2018年7月3日 痛惜 著名华侨 荣侨集团创始人林文静先生逝世 曾与李嘉诚齐名的福建传说东南快报 2010年5月18日 林文静 乔领新杰赤子乡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